大家好,这期给大家来点添堵的消息 习主席我们每天都巴王他早点呱呱呱 天灵灵,叮灵连,把细胞子给收走 否则的话所有人都完蛋 所以现在你说习主席快死了 那很多人就特别高兴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率就特别高 如果你说习主席又重回宝座,大权在握 完了,所以这期给大家说点添堵的消息 习主席的病情最近稍稍有点好转 换肝以后身体的排异反应最近没那么严重 所以就苏醒过来了 完了在床上,在病房里面就开了 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小常委会 蔡奇,李强,李希 就他自己的几个人,王沪宁 说赵乐际都没参加 就这么几个人 丁薛祥,赵乐际没参加 说丁薛祥都没参加 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王沪宁参加了,开了一次常委会 完了以后呢 交代了几个事情 感觉到自己随时有可能挂掉 所以在病床上治国逆政 可歌可戒 目前北京这边传的是很有趣 说习主席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习主席目前对军方的各种套路是什么态度 大概其实一个什么情况 跟大家分享分享 说这个习近平现在与军方的较近的局面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 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呢 就在这个事情上面 如果习近平和军方的老军头们 达不成最后的一致意见 这个国家的话 共产党就玩完 这个国家就陷入内战 我倒觉得中国如果是真是习包子死了 军方的互相都不买账 然后陷入内战的话 那我们这些人的好日子就到了 我人生最大的理想 就希望中国能分裂成50个国家 是吧 至少要像这个 像俄罗斯一样的 是不是 很多的国家都要独立 俄罗斯素孽解体以后 出了好多小国家 是不是 中国也应该是这样 至少你应该西藏成为一个国家 新疆成为一个国家 是不是 完了以后内蒙古回归 是不是 回归到内蒙去 回归到蒙古去 最近这个蒙古这边呢 跟美国形成了一个最高规格的 叫做军事联盟关系 全面的投降美国的怀抱 而越南这边也是跟美俄做的很近 西包子他的日子不好过 他不敢跟军方撕得太狠 是不是 因为北边有蒙古也脱离你了 南边的越南好像也也不对付 你你辛辛苦苦搞到孟加拉国也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西包子在忍忍 天天忍而不发 12秒都不要了 那军方这边呢 也是觉得自己必须要要有所行动 所以军方与西包子的对峙啊 那绝对是非常的这个叫做什么 按钮涌动的啊 说这个为什么对峙呢 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刚才说了嘛 蒙古现在是完全倒进美国的怀抱 朝鲜这边呢 跟俄罗斯又走得很近 跟中国也没关系 他们有一个去包子化 去习化 去中国化 这个金正恩不止一次说不要看中国人的脸色 是吧 越南这边呢 他的包子里辛辛苦苦栽培的老东西 总书记也死了 你说你这个事情不好弄啊 他不好弄 那西边印度跟你是仇敌啊 孟加拉现在也倒进印度这边来 倒进美国的阵营这边来啊 那东边呢 就不用说了 韩国 日本 台湾啊 虎视眈眈 随时弄死你 所以中国的地缘政治极其危险 所以如果按照习包子的思路这么搞下去 土工中国真的就完蛋了 很有意思 那第二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习包子呢 他老想打一仗 老想这个什么 在俄乌战争上面呢 搞一把 看能不能够转移一下视线 夯实自己的统治地位 结果军方呢 不答应 抗拒 不执行命令 是吧 所以导致这个俄罗斯仗打得非常的辛苦 打又打不过 这么脱下气的话 俄罗斯都很危险 所以普京也在想办法在脱身 习包子呢 又脑子进水 是不是 又看不到这样的局面 所以到目前的情况下 发动战争 让中国的军队直接去乌克兰战场 对谁最有利 对习近平最有利 所以他这是他最想干的一件事情 他其实是不敢打台湾的 台湾的事情他真的不能动 他一动他死定了 但是呢 他打打这个乌克兰 以俄罗斯 这个支援俄罗斯的名义 搞一下是可以的 毛泽东当年搞抗美援朝嘛 是不是你是抗美援俄呗呗 是不是 不有意思吗 他这么思路的 但是军方不答应 军方绝对是 拒绝执行他的这些个所谓的计划 军方之所以拒绝的是因为你没有 他们认为习近平 你没有毛泽东的胆势 没有毛泽东的威信 也没有毛泽东的谋略 也没有毛泽东的智商 所以军方呢不愿意做炮灰 纷纷反对参与这个俄乌战争 完了以后呢 这会儿习包子就只能是在国内一同乱搞呗 一会儿收拾民营企业家的 一会儿收拾改开派的 没用 无法转移视线 是吧 所以现在军方就乘着你经济不好 乘着你习包子身体不好 就把你这个习包子的权力啊就给收走一部分的啊 所以习包子在这样的时候 他从病中醒来开会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如果美国这边情况继续按照目前的局面继续维持的话 比如说民主党在今年11月继续当了总统副总统 完了以后川普和他的精选搭档失败了 这个日子还能过 如果习近平这个在国内继续这么的没有出路 而美国这边呢又大变天 川普万斯又杀回白宫了 那你就麻烦了 所以他们说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川普的连任 最近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情 说这个川普连任以后啊那绝对的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贸易战 中国的经济本来就不行了 你再打一贸易战 对中国的所有产品征收百分之一百二百的关税 你中国经济立马就死了 那习包子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所以他现在第一呢 看能不能够暗杀川普 第二呢 看能不能够在美国呢扶持一些个他培养的间谍 所以现在的民主党的那个所谓的民主党的那个副总统人选呢 绝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啊 咱一定要抽点心力去了解这个人 这个人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啊 这个人如果是习包子 他们的统战过去一直栽培的这么一个双面间谍的话 那你知道这背后的事就大了 是不是 现在目前情况呢 习包子最担心的就这么一个事情 国内的事情呢他也知道拿军队的人没办法啊 军队的人呢也没有打算把习包子以掌拍死啊 除非你习包子就是身体不好 你真的自己死了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啊 所以现在军方改开派他们成为一伙人 习包子他们成为一伙人啊 他们都认识到习是不会改变的啊 所以呢必须把习包子给摁住 但是把习包子拍死了以后呢这个国家也也 基本上就散火了啊真的就有可能独立了是吧 哎我是特别特别希望这个什么啊希望中国能够分裂的啊 说这个有人说啊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这么搞是因为他有威信 你现在你习包子这么搞你是搞不定的啊 所以现在目前反习的主要是江泽民当年提拔的一批人是老江的人 胡锦涛其实没有提拔人说江泽民提拔的一批这个军队的人呢 非常的有有有有有有有是你包括以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的那个叫什么马俊啊国防国防大学的教授 为什么最近他发言这么这么生猛都是这把这伙人都是老江的人 所以习包子的病情虽然有所好转啊但是呢他呢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好过 目前情况的话应该是军方能够左右一部分的事情 但是习包子的有一些事情呢他还是在继续在搞他的事儿 虽然他出来很少啊但是目前呢可能吧他要把重心要摆在这个外交上面啊 所以外交部会突然放假呗 你现在最近出了多少事情呢外交部放什么假呢 习包子估计想在外交层面呢让一步 是不是然后呢看能不能搞定美国把美国如果搞定了啊 中共的日子还能继续过如果你把美国的事情没搞定 川普又回来了中共就死定了大概其实这么一个情况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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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